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五场这个很简短的武器局吧 希望大家喜欢 全部是年努的局啊 让我们挨哥看一看 先看第一局 第一局的话由四五区玩家A550提供的素材 那么第一局的话 主视角这边呢是主攻 最后选的一个非主流曲翼 那么当然曲翼做主攻的话 臀牌有优势 这样交刺有的时候啊 正面的可以发挥 当然负面同样的啊 容易被坑 因为手牌最多 臀牌上限啊 多一点 那么骑手主视角啊 这边就有了大弩 然后杀 绝 破拆 那么骑手这边觉得呢 绝走之 那边不发牌 那这样的话直接一波 下后世呢 倒是给我们发了一波福利啊 赃费一波利啊 赃贼 赃贼啊 刚才是直接刚我们 这边呢 给陆神回血 终会跳反 乐一下主攻 但主主角我们说过啊 撑一招 连弩在手 续整 完美 炮瓶 司马忠臣 杀一刀陆神 那边顺手涮扬 顺一下月镜啊 被无蟹 那么现在场上的主视角啊 手里有无蟹 最后呢 再杀一刀月镜 这个一个love 3应该能过 而且有司马在 对吧 那边无蟹打出去 月镜出来一波 他出来我们不担心 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对吧 他关键是回合外的那个消火啊 有的时候会给人带来一些麻烦 那么这边难门的话 主主角注意了 哈哈 这里其实比较淡淡啦 主主角手里呢 是五牌 场上牌最多 这里如果一掉血的话 直接变一血 然后如果孙奔再来杀我们一刀 这样的话 直接要求两槽 对吧 你手里不够 所以这里啊 赶紧把那个无蟹给保留一下 考虑司马 那我们主角 起来之 凶走之 然后呢 神父一刀难买 这个就是该有的画面就出现了 但是司马啊 各种反馈啊 让人觉得有点偏内 而且降面上讲的话 偏内 有来无回 再杀一刀寸笨 那么万万没想到啊 司马呢 他这个勒不够放我们出来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毕竟主攻也有一天一血吧 对吧 最后的话 人间待他背 哈 一波年卢 小兔兔 那边啊 这个反对就有点啊 你这完全不考虑人家内奸的 这一帮人啊 都在道德绑架 对吧 这如果我是内奸 我肯定也放了 主攻出来了 这都被打到一起 你们完全就不给内奸面子 内奸不要面子的吗 对吧 来 主持者的话 这里啊 又是一波 来 最后的话 郭河山桥 直接带走了 好 最后 清净伸伸 这个续报 号评啊 就是联弩藏着 nice 好 第一局 区域的一个日常的联弩局 然后第二局 我们看一下 这局吧 这局有九区的玩家 清风提供了出菜 那么这是一局呢 4v4排位赛里面的局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 主持者这边作为卵方 那边 张松 贝贝 双头 有一个配合菜 那么主持者最后选了一个 呃 这一局还不是主持者的发挥了 曹仁啊 率先行动 来 准备突围 发牌机 对面的阵容其实还可以啊 成功配马超 曹仁过牌 举收防御骨 加输出 反而呢 虽然这边啊 贝贝跟双头可以一波抱起来 但是啊 开局这边就有一个乐视数 我们看 张松 极客用来 基本牌啊 这年弩直接推一下 推一下 轻轻一推逃 曹仁就这样 足了 人亡走好不送 所以开局 黏奴 然后我们再看 张松 黏奴自信图 那么这又是一个非常的剧本了 这一打之后的话呢 自然而然 这边 激攻肯定难谈了 肯定难谈了 对吧 这黏奴一波突突突突 直接主攻被秒 对开局啊 这里没主视角什么事 存在队友 布局而已 关键是这一个黏奴啊 现在曹仁没有问题 后面是举授在贝贝方面 这个黏奴就淡疼又淡疼了 好 这是这一局 张松配贝贝 下一局 看这个啊 这一局由四三九九玩家 落日残暇提供了素材 那主视角呢 对吧 我们啊 有的时候打着打着 回归最朴素的这个武将 黄奴 黄奴 场上的剑马超贴主 应该是偏反一点 然后其他小小注意啊 体力流失 应该来说也偏反一点 所以这里的话可能就有三反 还有另外一个随便去猜呗 给我拆墙 拆一下马超啊 周泰并没有卖 这里可能应该是忠诚 还好 没能拆到T牌 闪 嘿嘿 防御了一波 随我 那么这边的话 发型是赢了 主视角直接开崩了 开崩了 但是说老实话呢 这手里的伤啊 并不是特别多 那么可以顺手来一下 那边打无限 这是直接忠诚 但是人家有忠诚 有忠诚 那边主视角再来火崩 骚一下 走你 走你 最后的话就直接啊 这个不用多说 对吧 后面就看你们 哎 逃毒 还是我杀毒 当然还有最后一伤啊 那边 凉了凉了 就是这么朴实的一波 黄盖 苦奴 不再谦绕 好 就这么轻轻松松了 对吧 赴汤蹈火 再说不止 小孩 没货啊 左撕什么牌 两杀一顺手 好吧 就这样了 好 这是这局黄盖的局 然后我们来看下一局 这一局吧 这一局呢 有九区玩家 爱德蒙 唐太斯提供的主材 那么这一局 主角三号位的一个反 主攻 贝贝 哈 当然啊 这一局我们看一看 嗯 贝贝的话 那么看到啊 场上啊 像关张这个位置呢 选 八号位选一个关张 这很难判断啊 那贝贝上来就给主视角这边刷一波 然后呢 主视角起手就有弩 然后主攻呢 给了这么多key牌 本以为我们是配合的 关键主视角起手啊 减一年都正好 就却杀 啊你主角这么配合的话 那就不好意思了 直接带一波啊 直接带一波 那像主视角这边 甚至后面啊 你比如说这边 后面啊 如果杀不够多 还可以找旁边的孙奔拼点 对吧 就是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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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佐斯三个啊 此乃驱虎吞蓝之计 那今天都是很朴素的啊 偏娱乐啊 偏娱乐 那边没桃了啊 没桃了就一九 当然 我们刚才说过啊 这里即使 你比如说他们桃子喂的很多 主视角最后一张牌可以留着 叫孙奔拼点 管你大点小点 反正主视角可以掉鞋 三张解密出来 对吧 到时候又是一波 这个 主公估计啊 应该来说啊 这个要欠好几血了 好 最后一局 最后一局 有九区玩家 洛和欣赋 提供的素材 那么这一局的话 主公曹屁啊 那么看一下 嗯 嗯 那么主公曹屁在这里的话 嗯 场上 远卫曹王啊 偏反一点 二张偏反一点 一般属性 那么场上还数吧 跟二张这个点 很难讲了 然后主视角 起手就开盲局联络 然后又是教授 哈 又是教授啊 那这样的话很跟爹 哈 嗯 这个啊 比较感到 跟那一局的贝贝一样哈 如出一辙 然后继续烧诸葛井 当然场上呢 你比如说 曹人跟主公其实有配合啊 司马呢 不好讲 不好讲 其实这个时候再去撸 诸葛井的话 有一点点那啥 嗯 好 最后的话 司马 万剑打出来 应该来说啊 偏重了 那么这样主公开局 年组一步啊 戴一反 压一反 直接这局 拿到了很不错的优势局 那么主公 这一杀其实可以留着啊 再翻一面空呗 空呗 那么数吧 五五分呢 这位置开五分 不是好人啊 曹人拿了一个勒布四数 现在关键的点 就在于曹人这个点 那是啥 但他这边啊 勒布四数又贴着曹人 最后呢 九杀 杀这三个人啊 这个其实有一点点的 五谷在这个位置开 然后呢 又杀一下主视角 关键还九杀 应该是吧 对吧 曹王 南蛮入侵再打 那么这样的话 应该来说啊 这个身份啊 比较清楚吧 主视角 来 无中生有 那么最后的话 二伤走好不送 走好不送 那么直接的话 一波 那边说 这主有问题 其实说老实话啊 这个盲狙的话 那么最后呢 选择了 这边打曹王了 刚才啊 曹王是开一个难门 然后呢 其他也没有什么大动作啊 主视角就觉得 直接那边还是杀曹王 感觉主视角这个杀曹王啊 有点问题 有点问题 说吧 有点问题 反正现在呢 肯定有一个 来 挪了一下司马的仁王盾 最后曹王的话 杀一下曹仁 顺手 撸了手牌 那这样内阶的话 曹仁或者司马啊 接到上人啊 逃云结义 直接挂起刀啊 换刀 砍树吧 对吧 最后这边就行了 这局啊 主要就前面的这一波 黏着一个 两个 三个 对吧 就是抓内奸抓粉 曹仁继续杀树吧 来继续杀 张巴一拍 嗯 那这里啊 曹仁 啊 救了一下 内奸吧 但内奸呢 他这边啊 用不挪 最后啊 这边是反的 这两个人 这曹仁啊 刚才这逃救的 什么鬼 对吧 他可能啊 现在我有点明白 他可能以为司马是内 不对不对啊 这个我是没看懂啊 没看懂 有我的 最后曹仁啊 是里的话 是直接反贼了 那么可以结束 嗯 这一局啊 从开局啊 咱还不谈这个曹仁的将命 从开局 这边一波盲军就占据了优势